在在江二七、桑五的公立国中当中 现在只有南谈国中和江二国中两间的国中 不是十五金和十五金合作会上客 所以议员超文教在最近接到家庭的欢迎 说因为在其他学区和在家庭 不管是十五还是十五 都可以在江一间的国中的酒店 而且胡亚亲还可以作会接送 但是在南谈和江二国中的学区 家庭区别是要走两天 所以说十二和在议会当中 超文教就特别来建议市政府 希望可以使用南谈国中和江二国中 改为南路合好 因为在国中的解读 南路根本分合的行事经验 兴奸的课计在未来面对着 两性人材关系、三性举办印象 甚至会担来富民的人体 江一市议员超文教十二和之神 共同国际江二七、北京公立国中 只准南谈国中和江二国中 有关是采取南路混合的制度 他认为应该要改为全部都是南路合好 更在由老师和家庭 来记得青少年健康的两性观念 才能符合世界的交流苦适 所以好好来对于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有女性的同学就要来承担 那一般男女合校的一个状况之下 大概 超大的女孩 我们在这里来说 可能就是男生来不只女生就来 那是老师的问题 这在我们的 你如果这样你的意思不是说 这样我们的事情都要来你分校 我是说因为我刚才不是跟蔡英文说 两个学校各有他们的传统 他的传统是 这一个传统有他时代的背景和因素 三文学校长 最近这几年是上接到家庭的欢迎 因为自个中南韩国党和李国党 都进行为南路合好 不止是可以减轻家庭 接送的不方便 在这里还可以让学生在正常的环境当中 生定学习 我们南韩国党和台湾国党的 我们的学生人 英雄哪个都必须要不分散 一个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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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团党的朝气派的这个比较困难 时间上的花位比较多 我想说市长能够同在之勇 就是说 对于期待的教育的出世 慢慢的 慢慢的 我们是在这一家的意思 你如果在这一家的 就近入学 还是在于学校的一个 好像还有不一样的说法 我想这一个部分 你再提到的 我们会继续来请学校这边 请教育处这边 再来做一个 当一个中南韩国党 是不前江义氏为了任党 委员是采取南路混合的公立国党 可能在有没有亲接送的方便 希望可以对着青少年两性相助 有所帮助 委员提议可以将江义氏所有的公立国党 都是采取南路合合的制度 面对着议员的建议 江义氏政府共党 会更返了解各方的意见 进一步前进来的议 西新新闻中邮民王秀三港 以期彩虹报道 那么大事 是一场资格的 所以我们是在在这边 都在街道 农村 所以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